我用三天时间在MC中建造了一个难度满心的金岩密室 这里没有各种刁钻的找箱子 有的是基于游戏特性设计的实打实的难关 今天呢我就以观众的视角带大家破解这座超难的密室 进入密室后我出生在了金岩打造的巨大房间里 前面是讲台前方上面有一个洞口像是房间的出口 左边有个小洞右边摆着工作台 这就是全部的东西了 我决定从讲台入手把它挖掉后看到了下面的箱子 里面放了一些杂物木棍铁钉垂液斧头 暂时还没有头绪可能是合成的材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一般都会关闭怪物生成 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猪的 然后我将渲染距离拉到最低 打开去一块显示和F3 果然发现了异常 根据F后面的数值显示 这里有一个实体 挖开岩浆块后 拿到了胡萝卜和展示框 这边显示还有一个实体 应该就是那头猪了 我用胡萝卜吸引了猪在底下行走 然后顺利出发了机关 我被传送到了一个遍布岩浆的房间 刚一进去墙上的几个大字 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上网搜了一下 没查到任何结果 所以我推测 这些字幕可能代表数字 简单的换算了一下 得到了269和45 然后我打开了F3 发现这两个数字 和这边的坐标很接近 大概在那个方位 但是我没有找到任何抗火药水 或者是金苹果 那么想要过去 只能借助特性了 相信大家都试过 在高出落地前退出游戏 进来时就不会受到跌落伤害 这是因为重启登陆后 系统会给玩家三秒的无敌时间 能免疫任何伤害 所以我利用这点 无端的进出游戏 慢慢的游到了坐标处 里面装着一瓶抗火药水 和一个半砖 半砖在岩浆里能做什么呢 当然是透视了 我们先喝下抗火药水 再把半砖放到流动的岩浆上 用头顶 用头顶住半砖 就能透视岩浆中的情况了 果不其然 发现了一个洞口 我本以为游进去后 游戏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但没想到在前方等待着我的 是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 狭窄 复杂 庞大 在里面转得头都要晕了 我已经放弃了思考 转远了好久好久后 终于找到了出口 坐着泡泡电梯 来到了最后一个房间 看到下面三个门后 我没有犹豫 直接纵身跳下 熟练地冲进游戏 规避跌落差害 来到了房间底部 这个房间和第一个房间一样 都是需要凑齐电脚方块进入门中的 把面前的工作台挖开后 看到了下面藏着的前引盒 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盒子 是空的 完全不可能啊 离地最近的门 距离有五个 就给我两个方块 蛇线来了也上不去啊 我又仔仔细细 离地外外地检查了一遍房间 完全是没有任何能用的东西了 是不是我漏了什么 啊对了 在岩浆那里 弟子母的下面有三颗银石 银石是可以拿走的呀 因为房间里并没有返回键 所以说我只能重开游戏 在岩浆关卡带走了银石 然后在工作台上重新合成 顺利地进入了第一道门 门后是一个花盆 好家伙 没有一个正常的东西 花盆虽然可以练脚 但它有个严重的问题 放在下面高度不够 放在上面跳不上去 但我试了一下 如果站在前引盒上 打开前引盒 并且在关闭的瞬间跳跃 正好可以跳上花盆 这样我就有两格的高度了 又把银石重新打碎合成 得到了两格高度 再加工作台一格 然后还是差两格 下一个门距离地面 有足足七格 手上的方块又不够了 所以只能拿门板凑数了 当我们站在门中间 先关门 再跳一下 就能跳到门的上面了 这样就又有了两格高度 刚好够用 在这个门后 我发现了烟花和灵魂纱 之后就是如法炮炙 进入到最后一道门中 而这个门里放着一个翘翘 翘翘家烟花 闲一架 飞出去呀 就在我幻想着 要恢复自由的时候 头顶的屏障破碎了我的幻想 但是我在上面 发现了一个命令方块 拉洞拉杆后 被传送到了一个 似曾相识的地方 不是吧 不是吧 又传回来了 这不是在玩我呢 无限循环 当然不是 我怎么可能做 这么无聊的结局 还记得第二道门后 箱子里的灵魂纱吗 讲文要给你带来一丝启发 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也见过灵魂纱呢 没错 就是泡泡电梯 挖开底下的灵魂纱 就能看到底下无尽的虚空 这时你只需要鼓起勇气 带着你的翘翅 向虚空中一跃而下 沿着它一直往前飞 就可以到达密室的出口啦 关于这个密室 我勾思了好久 也一直反反复复测试了很多很多遍 改了很多bug 最终才呈现给了大家 如果还有bug的话 就只能请您谅解啦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点一个大大的赞啊 干了好久呢 点赞过三晚 等待下一期你睡 那就这样吧 不不不